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簡單來提一下 我們常看到的內向分圖 就是這個月亮圖 月亮圖我們簡單說 我們人看到外面的月亮 這個月亮叫做A 然後看到我們的眼睛 眼額鼻舌身這個五根 色瘦外五層 這個A就是代表外五層色聲香味醋 然後把假設是眼睛 就是把外面的月亮攝影進來 在我們的視網膜 映出了一個影像叫B 就好像照相機的底片 這個時候就是B 然後在E的傳導神經 到我們的腦腎液跟映出來的 這個就是C 就是內向分 阿為什麼會有這個動作阿 因為我們這個五蕴身是 第八式是很如來仗的 然後我們意根阿 意識做主阿 意識做主意識有什麼 動身發與聖師 決定師 審立師決定師 動身發與聖師 那轉動阿 決定要看窗外的月亮阿 然後意識建議 意根認同 第八式就隨緣 然後呢 動轉我們這個身體 就把外在的月亮的A色引進來 變成B 然後呢 第八式再轉出這個內向分叫做C 這個C就是內向分 然後以前跟現在有很多的C阿 這個就叫洩露的隱層 就是以這個C為疏所原言 然後我們的腦袋就叫淨色根 就叫內六入 內六入有眼耳鼻舌生液 就有六根阿 然後色受外五層或是外六層進來阿 內六入是不是有東西進入我們的腦袋瓜 那個就入進了 就是有什麼進來 就是色生香味觸發 這五層進來 然後呢 這個五層進來的 就是第八式幫你變出來的 這個內向分 所以從A進入B 再轉成C 就是內向分 就叫洩露的隱層這個C 然後呢 根層相偶 淨色根的五根 或是叫六根一根 跟髮層為原 然後前五根阿 前五根是不是這個五根是淨色根 這個是色法阿 然後呢 內向分也是在我們的腦袋瓜 現出來那也是色法 那色法跟色法結合 然後呢 請第八式留住前五式的種子 然後呢 這個有這個前五式的種子阿 再依自己自正分 就是假設我是眼式 那眼式我自己要看這個東西阿 再依著這個內向分 變出D 拖一 拖一的那個內向分阿 叫做疏所圓圓 變出這個D 就叫做親所圓圓 就是拖著C 變出D 也有漸分 然後呢自己 這個眼式自己就叫自正分 那自正分變出如蝸牛的兩隻腳 一個就叫漸分 一個這個相分 阿這個相分阿 就是自己演式的親所圓圓 是自己變的阿 所以叫做親所圓圓 阿這個親所圓圓是拖著 是依靠著那個內向分 C把它拖C而變成D的 所以內向分叫疏所圓圓 自己的D是自己所變的 就叫親所圓圓 然後我們今天就把這個圖 學習一下 然後也參考成為士論 阿余老師裡面的第六四頁 因為這個圖 這以後要講更深細的 就是三類境 就叫性境 代質境 獨影境 阿要先把這邊弄懂了 以後才能夠講性境 代質境 獨影境 那世間的一切境界 都是這樣來的 阿就是有八個世 一切最聖故的八個世 然後呢 與此相應的五十一個心所法 然後呢 共同變出有十一個色法 所以有五根五成 還有一個法成 然後呢 我們說這些世間的一切都是什麼 外事大的 就是是假設外事大 石頭阿三合大地阿 阿都是 都是由這個外事大的極為所變 然後內事大的 這個就是法成所變 然後一切法都是為士的 如果以一切法為士來說阿 都是你自心八個世共同變現的 其實也沒有外境阿 外境也是你自己 內 擾著心 那個內心有煩惱 而擾亂的你的內心 而引發的這些現象 然後我們現在依著 呃 成為士論 批六十四頁 這邊來再進一步提 成為士論 你這邊論文六十四頁 許有極為 假設啊 允許有極為 尚且有這一種過失 何況沒有無事外真實的極為啊 啊根本沒有極為變現 這些細小的分組 組成大的分子 而組成這四間的一切啊 其實一切都是為士所見的 然後呢 由此一定可以知道 自視所變四色等相為所圓圓 都是你自視就是你的第八式 所變出相似的影像 都是你的第八式啊 幫你把A變成B攝影進來 然後變成C 所以都是你自視所變 四色等相為所圓圓 為這個圓圓 等一下你的書所圓圓 劍拖筆升代筆向起 然後呢 你的劍分啊 就是拖著這個相分而升起來的 劍拖筆升代筆向起 又把你那個D這個影像 帶出來 是依著這個內相分啊 而脫膝而變成D 啊都是呢 劍拖 劍分啊 也是拖著這一個相分而升出來 因為你為了要了知這個相分啊 所以你的劍分啊 就由你的自正分變出你的劍分 然後呢 代筆向起 又把你這個自正分 變出了你的親所圓圓 這個相分 就是脫膝變低 依著內相分而變出你自己的親所圓圓 這是你的四種子啊 本來這個遠視的種子 就是變出了劍相二分 他就是依著內相分而變出來的 啊所以呢 這邊的論文說說 許有極為啊 尚且有這樣的過失啊 何況無事外真實的極為 一切都是八個事為事 一切法為心為事 由此一定可以知道啊 自視首變啊 第八視首變 出相視外面的這個月亮為影子 做變成你的內相分為以後的疏守圓圓 再劍拖筆生 再劍分啊 再依著這個內相分而升出來 代筆像幾 也連帶把自己的親手圓圓的相分 變出來 那我們看余琳波老師的解釋 啊 贊成有十極為 尚且招致以上的過失啊 何況按照為事的正理啊 心事之外根本就沒有真實的極為 就是沒有外事大 因為我們現在為了解說這三個大地啊 一定要有外事大 我們活在這個世間有什麼奈米啊 分子啊 啊但是呢 如果從佛法一切法為事 其實都是只有為事啊 然後內事大外事大 其實也是在你自己的事 自己的八個事裡面 所以決定是以自己的八個事所變現的啊 所以呢 決定是以你自己的第八事所變的相分為所圓圓 這個就是內相分的由來 然後內相分必須具備這幾個條件 依是知識的見分 脫筆相分而生 所以呢 這個知識就是你的眼思啊 甚至以後你的意識也是如此 是知識的見分啊 尤其是前五世啊 是依著自己的見分脫筆相起 依著內相分而生起的這個見分 又能代筆相起 又能夠啊 依著內相分而代出你自己的親所圓圓的第一 所以相分色才可以作為自己的親所圓圓 啊這個內相分就是你的疏所圓圓 因為我以前的六百二十手 因為由我所以便能變出三類境以法材 那有三頌太多了 我們只談中間的一頌 所以呢 這第五頌就是五根射入外五層 就是五根啊 把外五層射進來啦 淨色根起內相分 所以五根射受外五層進來啦 然後淨色根線內相分 淨色根就是腦袋瓜的裡面的相對應區的眼耳鼻舌身 啊這個相對應區啊淨色根起內相分 就現出了這個內相分 啊這個內相分是什麼 你的第八是首辨的相分為疏所圓圓 內相分既疏疏所圓圓 就是從第八是又留住前五四的總聚 所以第八是首辨的內相分啊 四色等相為所圓圓 就是四四首辨四色等相為所圓圓 然後呢 劍透筆聲帶筆向起 劍分啊自己的眼師啊 或是陳武師啊 在依著這個內相分劍托筆聲劍分啊 劍托筆聲劍分啊 劍匿托筆聲劍分啊 劍托筆聲劍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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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一个自己的亲所远远的相分也出生出来了 然后见脱彼生代彼相起 所以自辨相分为亲所远远 那世间的一切都是如此的 然后医者这个就是我们的五根跟五成 还有一个法成 就是二手现营 一切设法都是如此的 然后医者这些设法 我们看到刚开始看到的这个都叫做性静 因为是前五世所应对的 所以属于性静 然后义士一开始了知的也是性静 义士我们不是说境界违远掌六出吗 以义士来说 然后一开始一念无名生三系 就有能见相境界相还有无名夜相 然后呢 自向境界违远掌六出 第一个自向了别生爱参 连续相续苦乐情 苦乐之后升起执着 执着之后 试运受想行事去安立一个名字 然后接着就有企业相 叶续苦相 这样子就掉在什么 变迹执性里面 变迹执性就是你已经在带直静里面了 带直读隐静 那个都是要变迹执性里面了 所以三类静就有性静 前五世看到的性静 然后义士也了知性静 还有带直静 还有读隐静 那义根就只有带直静 接着我们来说义士的出身 义根跟法成为原隐身义士 所以内向分现法呈现 义法为原义士生 五具义士同时起 人格建立幻士情 当我们脑袋的五圣义根那边 生出内向分析的时候 义根与法成为原隐身义士的种具 然后内向分是C 我们假设内向分是色生相畏处法 对五根五镜色根都生出了内向分C 然后义根是属于心法 它必须接触心法 所以在内向分C上再加一个加 就假设是法成 所以呢就有五分的内向分 所以五具义士就能出生 所以有五分的法成 那义根与五分的法成为原 留住请如来这样留住义士的种制 这样就有五具义士同时掀起了 所以呢义士就能够出生 那义士就能够了知 前五是了知显色 然后义士了知 这个物体的形色 形状大小 表色 它的表示语言 肢体语言 讲话语言 这个就能够显色 形色表色 然后五表色 就是种子起现行现行薰种子 我们义士在把它加入的自己的情绪 造作的生三口四 义三叶 这个种子就是属于五表色 就是叶种又回到如来藏 所以呢 义士就有前五式的属于 我们说托西变成低 然后呢 留住前五式的种制 然后前五式就是托着内向分析 而变出自己的低 这个就叫前五式 这个前五式的都不能改变外在的境界 所以它属于性境 它不会改变这个三合大地的本质形状 所以叫做性境 然后呢 义士也有三性 就是第一个就叫性境 第二个就是代直境 第三个就叫独隐境 当义士自己独具存在 没有前五式的时候 义士沿着自己的乱想 依着自己的见分 而独自去思维想象的空花水月的 这个就属于独隐境 然后呢 义士又依着前面的这个相分 再进一步去思维乱想 就有加入自己的我直情绪的 这样就是属于代直境 所以我们众生基本上活在这世间 多多少少有自己的情绪 所以都是依着这个第一 再加上自己的我直 我见的见分的情直 所以都是属于代直独隐境 所以有代直独隐境 或者是说是属于代直境 所以一般的众生都活在代直境中 而只有佛大菩萨他才活在性静 所以玄壮大师三内静说 性静不随心 性静不会随着你的前五式意识 去改变他的形状 他是有实质的 所以然后呢 读隐为重见 读隐境只为着依着你的见分 义士的见分 义根的见分去改变 所以叫读隐为重见 读隐境只有义士有 然后代直境呢 代直境就一半本质依所缘 一半情质依见分 所以一半的本质是依着前面的吸转成低过来的 所以一半的本质是依着所缘 就外在的疏所缘缘这个物质 然后呢 一半的情质依见分 一半是依着意识自己的见分的情质 在补他 低的下面一半变成自己的相分 所以这个叫代直境 所以众生基本上都活在代直境中 所以性境不随心 性境是不随着你的意识心 去与前五识心 去改变他本来的实质 然后读隐为重见 读隐境只随着你自己的见分 你的去改变他 所以他是属于虚妄详 然后代直通情本 代直境通情本 本就是有本质的 然后一半本质依所缘 一半情质依见分 依着意识自己的见分 还有第八第七识也是如此 所以第七识只有代直境 他是一半本质依所缘 一半情质依见分 然后现在意识有三类境 就是有性境 代直境 独隐境 接着我们看 记忆两主 色与空这一受 就是说我们 五根瘦瘦外五层进来了 把A变成B变成C 就是我们的内向分 然后内向分 这个就是泄弱的影尘 我们过去好多的泄弱的影尘 是不是都储存在我们的脑袋瓜里面 所以我们脑袋瓜就有很多 记忆的内向分的影尘 然后呢 意识思维过去的事情 我们的意识啊 如果要思维过去 十年前 二十年前的时候呢 五是泄弱的 就叫做浩影尘 然后藏势叶种 五表色 我们刚刚说的 种子体现形 现形薰种子 照做的深山口势 一山叶 这个是五表色 就回到巴士的藏势中了 然后呢 这一辈子的 色寿的这个泄弱的影尘啊 就一后叫做幽壁化尘 都存在我们这个脑胜意根之中 然后呢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这个五印山 这个是属于色法 它也是归属于如来账的空信心所设识的 然后所以色是空 空也就是色 那意根跟法成为原 就隐身意识 所以我们要想过去十年前的 这一个记忆啊 是不是意识就起了这个念头 就好像在档案总管那边 我说我要打十年前张家界的影的记忆 然后呢 你的档案总管的意根就去攀掩 把你那个种子 把那个法成泄露影尘给找出来 然后意根跟法成为原 又隐身现在的意识 那现在的意识现起了 它就是属于代直径 就是以心原色是代直 所以呢 脑 可是啦 如果过去的这个影像啊 趁在脑身一根 如果出了问题 是不是就会有失意症 所以呢 脑径色根若损伤了 意识出生来 意根跟法成为原 跟过去的这个法成为原 隐身现在的意识 然后现在的意识 是不是又加入自己现在的情子 所以它是属于以心原色 是真代直 这个是属于啊 第七世代 然后以心去原过去的色法 啊 这个就是世代直 世代直是以心原色 名为世代直 中间相分一头生 以心原色名为世代直 啊 为代笔相起 是有笔字啊 就好像第六世 原五层泄漏下来的影像 它只有一半都是中间相分一头生 都是它的影像为主 你的意识啊 是时时刻刻可以攀岩过去 可以追回未来 攀岩过去 还有追寻未来 然后呢 它可以胡思乱想 然后呢 意根就会随着你意识的建议 它去攀岩你过去的 啊 泄露的法成 又把这个记忆给组出来 那意根跟法成为原在隐身 现在的意识 那意识在补现在的 啊 见觉 现在的虚妄想 所以都是属于世代直 所以一半本质一所缘 一半情质一见 那如果脑性色跟如果损伤了 这时候出生的意识就是空白的 失忆症 或是慢慢啊 就是脑痴呆了 都是有这种现象 因为我们这个五蕴身的身体脑胜意根 慢慢持缓了 接着我们讲完了前五世 他都是性静都是脱膝变成B啊 这个然后呢 意识有三类静 也有性静啊 独影静 还有代直静 当然也有代直独影静啊 就是说在昏暗的黄昏啊 看到草地上啊 远远的好像有一条绳子 然后呢 可是啊 黄昏的时候 你看都不清楚 你就把这个这个再加入自己的情子 就认为是一条蛇 所以就是代直独影静 独影就是自己在希望想出来的 这个都属于遍迹直性 那意根呢 所以意根都只有代直静 意根是 我们说意根是我爱职场 是意根攀远仗势 他升起的相分 意根是一头攀远第八世为字内我 以自己的意根的见分 去攀远如来这样的第八世的见分 然后呢 当作自己的相分 然后再补进去自己的情子 所以一半本质依所言 一半情子依见分 所以意根永远都是代直静 而且永远是非量 所以意根是我爱职场 是意根攀远仗势 然后一直见分 自己的见分 去攀远如来仗势第八世的见分 然后呢 当作自己的相分 这个相分啊 他是代直静 所以代直有负通情本 随眼之我量为非 他都是属于非量 那意根有十八个新手法 他有负嘛 所以八大便行别静会 贪吃我见慢香水 然后呢 他都是随眼之左 这个第八世 他都是非量 他都是属于代直静 他代直静就是一半本职 依着第八世 这个所言 一半情子 依着自己的见分 补上来 所以这个意根永远是代直静 意根永远 意识见义 意根认同 然后意根在推动第八世 所以仗势为听意根的命令 意根为攀岩 第八世的仗势心 所以代直有负通情本 代直静就是通情本 情就是意根的一半的本职 依着见分 一半本职 依所缘 就是第八世 这个就是代直静 所以呢 三类静 我们今天就简单提到这边 所以性静就是有实质的 是前五世了别的 然后呢 意识也有性静 然后呢 也有独隐静 代直静 独隐为重见 就是为着有 只有意识在 没有前五世 如同梦中的独隐啊 禅定中的啊 他大概都是虚妄想的为多 然后呢 代直静 一半本职 依所缘 一半情职 依见分 这是属于意识的 他是以心 原色 是代直 那意根的呢 都是以心去攀岩 第八世 心 所以他是代直静 所以呢 他都是一半情职 依见分 一半本职 依所缘 啊 他的情本 情就是意根自己 本就是第八世 所以啊 一半本职 依所缘 一半情职 依见分 那我们众生都是 基本上都是 活在这三境之中 尤其是意识的 啊 代直静 啊 所以呢 我们要学习 大菩萨 或是佛 都只剩下性静 啊 不依着自己的情职 所以在依他起性上 远离的便迹直性 就是原成实性 也就是说 尽量在性静 而不生起代直静 跟独隐静 啊 如果有的话 也是依着正知正见 啊 如此 然后呢 种子起现行 现行 勋种子 回到如来藏的 都是戒体 都是清静的 有违法 啊 如此 才能够三大争解 依着境界而成长 啊 谢谢 这叫道法常通流 飞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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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